第五名喷火撑干僵尸 顾名思义 喷火撑干僵尸拥有喷射火焰的能力 同时皮厚肉粗 是植物的克星之一 第四名跳远撑干僵尸 以下能跳跃二格距离 并且防具血量非常多 妥妥地后排杀手 死后身体被代夫回收 第三名橄榄球撑干僵尸 外观改造成橄榄球僵尸的模样 保留了跳的能力 原本的橄榄球僵尸 进化成黑橄榄球 第二名鸭露鸡撑干僵尸 初始的奔跑速度得到加强 在撑干跳起后 能踩扁其他植物 哇你好厉害啊 真的 只有高坚果才能阻止它 第一名双重跳撑干僵尸 外表和原版一模一样 但它可以连续跳跃两次 直接突袭后排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问题来了 它们分别来着哪个版本 有奖精猜哦